一大早藥局還沒營業 門口已經大排長龍 還有人帶來登山藝 乾脆門口坐著等 他們全都為了 實名制快篩而來 7點就來了 好多天都買不到 今天第一天趕快過來買 7點半就來了 因為昨天就先問過藥局 有數量有限 所以想說早一點比較安心 我們一直都沒有買到快篩 小朋友學校有人確診 所以我們其實很擔心 民眾苦苦等待 快篩實名制28號 7點登場 第一天就有 將近5000家藥局加入販售 短短3小時就賣出超過15萬份 實名制系統還一度擋機 9點開始的時候 可能15秒20秒 我們可以過一張卡 到大概9點5分之後 系統就開始有點擋機 實名制網頁轉6轉 就是無法輸入資料結帳 一份侮辱只要500元 一劑只要100 比之前市售300元便宜 而且不同於口罩 買快篩計沒有年齡限制 但一間藥局 每日限量78份 公平起見 就算幫家人親友帶領 都得重新排隊 因此為了分流 降低群聚感染機率 同樣利用身份證莫碼 單雙號分流 首輪預計開賣1000萬份 也就是5000萬劑 今天能買到的最多量 就是40萬人次 那換算全國的人數 佔比約就是1.6% 基本上是對每個區域都不夠 目前藥局有確認配貨 就是昨天跟今天 接下來的話 就是會依止東西 快車的庫存 還有國內的各地銷售狀況 來做配貨了 為了方便國人購買 鑰匙公會也開發 快篩實名制地圖 可以查詢所在地區 周邊販售點 以及剩餘塑料 提醒民眾出門購買前 動動手指查詢 才不會撲空白跑一趟 近視頻 鳳凰志與家維採訪報導 周邊貫 atlantic市民公民出門購買 儲勝 投資 辱教品 辱教育 荷史 場上 也沒有 任主 泰國 辱教育 佩洞 選擇 幫 開